对于现在的大多数电影观众而言,2001太空漫游,或者说库布里克的几乎所有电影都有着接受上的障碍,但是在大家很难接受的同时,我们也很难想象这部电影对整个后来的科幻电影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影响。 我们可以不喜欢2001,但是很难讲我们不喜欢星球大战系列,异形系列,包括星际穿越等等诸多科幻电影,而这些电影的创作者们,一定是2001最铁的粉丝。 这大概就是最不受大众欢迎的2001太空漫游和最受大众欢迎的诸多科幻电影之间的联系吧。 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们必须接受一点,这是一部1968年4月上映的科幻电影,而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是在1969年7月。 但是这部电影的很多设定如《飞船》的内外部形态,太空作业的诗众场景展现,外星球的外貌,以及最为经典也是最为超前的人工智能设定,都被后来的科幻电影不断学习和借鉴。 电影另一方面的意义在于对人类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终极哲学思考,对此我不敢妄言,导演想要表达的东西他自己没有透露。 即使到了下个世纪,2001年也已过去许久,也没有人敢于对此权威解读。 说实话,在观影之前我已经做好了看不明白的十足把握,但是真正观看的时候,虽然没有完全明白,但是很神奇,我会有沉浸感和对某些细节理解上的共鸣。 那么把我在电影中观察到的一些元素同大家分享。 超前的理念之人工智能,电影中设定了一个超级人工智能HELL,字母往后一位便是IBM,作为飞船的超级大脑。 可以控制飞船内的所有部件,而且能够和人类自如交流。 1968年,那时候应该还没有个人电脑,IBM设计的电脑处理能力应该还比不上现在的一个小米手环。 而库布里克已经提出了人工智能的概念,乃至于为这个人工智能赋予了情感。 在被船员强行关闭之前,尽管HELL的语气并未颤抖,声调也无哭诉。 但是请求大卫不要关闭他的那种祈求已经呼之语出。 想想现在的科幻电影,要是飞船上没有一个人工智能都不好意思说科幻。 再想想现在的科技圈,各大科技公司都把筹码压在了人工智能上。 库布里克在50年前所展现的超前意识时至今日我们也未能达到,不由得让人感叹,大师就是大师。 首要元素,黑方石,电影的三段式结构由黑方石贯穿,顾名思义,这是一块纯黑的长方琪的石头, 它在电影中一共出现了三次。 第一次出现是在数万年前的地球,我们的祖先在触摸到黑方石后开启,学会了使用工具, 第二次出现是在人类登上外太空,在外星球又一次见到被掩埋了四百万年之久的黑方石。 穿着宇航服代表人类技术发展最高峰的一群人,也像我们的祖先一样试探着用手触摸, 第三次出现是经历了时空穿越的大卫,在衰老即逝的时候看见黑方石后重归婴儿形态。 黑方石是库布里克对人类乃至宇宙发展的神秘主义的物化浓缩,它代表了上帝,智慧,造物主,时间。 如果各位在其他影视里面看到黑方石的形象出现,那么就是又双镯一次对这部电影致敬了。 最经典的蒙太奇,如果各位有看过阳光灿烂的日子,马小军小的时候将书包扔向空中,带书包降落, 接住的人已是马小军长大后的样子,便是借鉴了本片种的蒙太奇镜头使用手法。 我记得当时看这一段落实简直为姜文的这一处理手段拍案角角, 时间空间物体人物的切换在这一瞬之间天衣无缝, 另一个印象深刻的借鉴是苏有鹏版以天屠龙记少年版张无记潜入水下, 但再次浮出水面时已经是成年张无记,那时也觉得有种莫名的神奇, 万万没想到,如此多的影视作品致敬的对象,都是1968年的库布里克, 那根第一次被当作工具使用的骨头,抛向空中然后出现了人类文明巅峰的宇宙飞船。 有趣的是,貌似库布里克并未在后来的电影里重复自己, 传承至今的宇宙飞船设定。 我是在重温异形系列时偶然看到有观众说是在向2001太空漫游致敬, 方才想到看这部电影。 没想到,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飞船形态,都是基于1968年的库布里克的设计演化而来。 电影中花了大量的篇幅展示飞船精致的外形和在轨道上的运动姿态, 也花了同样多的篇幅介绍在飞船内失重状态下的人物状态。 想来真的讽刺,现在很多电影不知是为了偷懒还是其他原因, 直接将登上太空后的飞船设定为与地球等同重力, 在飞船内活动的人看不出一点失重的痕迹, 如果是偷懒或者技术上的不足,可谓是一种退步了。 诺兰的星际穿越上映时一片